什麼外交部呢 這個亂罵一通 那也沒有提出說服國人的這個證明 聯合報議反擊 從反生物戰績到秘密推動研發 我們原來是反生物戰績的 現在秘密推動研發 民進黨盲目親媚 悔氣良知 當然用語都很重 告訴我看怎樣 來拚一下 那除了這個以外 賴清德昨天說了 他說我要領導國家 他朝白宮走近一點 換句話說 南韓為什麼總統 最近可以到白宮去 南韓總統去見拜登 我們跟白宮也接近 南韓可以去 我們也可以去了 那當我們總統可以走入白宮的時候 政治目標就打仗了 郭台銘可以講說我去過了 好 我們來比較一下有什麼差異 我們常常講全世界有三個分裂國家 以前東西德南北韓兩岸 臺灣跟大陸 東西德現在統一的不用講 南北韓 南北韓的人口 南南韓有五千 現在又不一樣了 南韓現在五千一百對五千一百六十一萬 最新的 這是之前的數字 維基百科超下來的 北韓是兩千五百七十九萬 那軍人 南韓是五十萬 北韓比較多 一百一十萬 面積差不多 這是十萬兩千兩百一十平方公里 這十二萬五百三十八平方公里 其實沒有差太多 人均這個很重要 代表國力 南韓最新的數字是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 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美元 北韓是兩千四百萬 兩千四百塊 換句話說南韓是北韓的大概十幾倍 十好幾倍 十四五倍 大概十四倍的這個這個人均GDP 那南韓人又比較多 你層層看 這個人再乘以人均 所以南韓的經濟實力比北韓大得多 再加上南韓跟美國的關係 南韓現在大概美軍在那邊住 大概有將近三萬個美軍住在南韓 薩德飛彈什麼都部署在南韓 這不是說我們臺灣步入南韓 不是 而是臺灣跟大陸的比較 跟南韓跟北韓的比較 你要比較這個東西 我們臺灣也不錯 在全世界貿易排在前面 對不對 人口什麼都排在前面 經濟排在前面 但很多東西是相對的 你一定要拿南韓去比 那你為什麼不拿西德比還統一的呢 原來就是三個分類國家 所以各地情況其實不一樣的 不過當然這個選舉賴清德 又掀起一個新的話題 就是臺灣將來幹嘛 臺灣將來要走進白宮 總統要走進白宮 跟南韓一樣 所以游宜總說 這叫賴清德路線 這個路線就是走入白宮 地上面又蓋好窄 這個集貨地不難用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你覺得對得起宜蘭是一個民主勝利 這樣的一個美名嗎 所以不要來蹭 不要來蹭宜蘭這個民主